就是视频中的这个三岁小龙马 经常身穿一套厨师的衣服 炒起菜来一朝仪式 都尽显出大厨的风范 网友看了都被这个小可爱给蒙到了 纷纷留言说 这还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当我们还在炫耀自家宝宝 已经学会自己吃饭的时候 别人家的宝宝已经可以自己下厨了 就是这样一个会做饭的宝宝 到底是如何学得这一手熟练的厨艺的呢 宝宝网名薛小胖泽 是一个出生于辽宁沈阳的三岁小男孩 去年十月份 因为妈妈给她买了一个迷你小厨房 所以她才喜欢上了炒菜 从此她对这套小玩具是爱不释手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抓紧时间去做饭 现在她对炒菜的每个步骤 都是非常的熟练 她简直就是把一个 普普通通的迷你小厨房玩具 玩出了新高度 她做的菜不仅色香味俱全 就是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流出口水 只见她熟练的把菜切好 然后起锅烧油 葱姜蒜稿里头 接着小菜稿里头 然后拿起她的小铁铲不停地翻炒 接下来的一步更是灵魂所在 要想菜炒得好 各种调料一点都不能少 必须整平往里搞 她精湛的厨艺 看待了一众网友 现在她每天更是换着花样的做菜 煎炒烹炸炖 现在是样样都精通 就算是面食 也是做得有模有样 网友看了纷纷表示 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宝宝 这宝宝应该是食神下凡吧 当然她每次做饭 都是妈妈在一旁看着做的 如果你们也想自己家的孩子学习做饭 那旁边一定要有大人监督优 那么 看了这个视频 你觉得你家孩子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如果知道 那就针对她的优势赶紧培养吧